今天我们来聊一款非常神奇的游戏 它的目标群体非常的特殊 就是那些不怎么玩游戏的女性玩家 号称专门收割女性玩家的钱包 就是炼鱼制作人 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呀 应该是17年上线的时候 号称当月的流水就超过了2亿 真的是一款跨时代的游戏 第一次让别人见识到了 原来女性玩家这么能花钱 甚至还让很多之前没有接触过手机游戏的女性玩家 第一次玩了手机游戏 在游戏里边课金 钱没了可以再赚 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说起炼鱼制作人这个游戏 不得不聊一下背后的这个公司 碟纸 碟纸呢 它是属于专门做仪女类游戏的 什么叫仪女游戏呢 专门针对女性玩家的这一类游戏 他们的目标群就是女性玩家 恋爱金母为主 最早的作品就是奇迹暖暖的 很多人没玩过 但是都听说过这款游戏 其实奇迹暖暖本身它就已经挺火的了 直到17年 碟纸它推出了炼鱼制作人之后 真的是一下就让仪女类出圈了 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 身边好多女性朋友都在玩 蝶纸嘛 它对女性玩家心理的把控 也是非常非常的强 不管是剧情还是美工 甚至到音乐都拿捏的死死的 恰到好处 你好坏哦 我很喜欢 玩家呢扮演的就是一个主角 经营着一家影楼和四个男主角 之前是四个 现在是五个 发生一些邂逅之间的一些故事 能在这个游戏里边体验到恋爱的感觉 虽然说是纸片人吧 但是无所谓 只要我玩的开心就好了 女性玩家里头也不缺乏有一些副盆在玩 包下了深圳的一个大楼大型LED显示屏 不停的轮换 我去那个按分钟计算的呀 一分钟都是上万的价格 免费的给这个游戏去打广告 你说要是我有副盆这样 那我还用这个费尽巴拉的在这拍视频吗 是不是 瞧你那个作死的样子 但是呢 它也不可避免的 犯了很多游戏都要犯的错误 就是策划不当人